1980年,一个酷似外星飞碟的巨大穹顶出现在了马绍尔群岛 当地岛民称它为坟墓 因为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究竟是什么? 又与比基尼哥斯拉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本集就让我们先从第一朵蘑菇云开始说起 1945年7月 美国在其新墨西哥州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小玩意儿 试验代号三位一体 接下来的8月 又立刻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分别投下了两颗不同类型的核弹 小南海与胖子 直接终结了二战 很快苏联间谍将三位一体装置的截面图传回了莫斯科 提前使美苏在冷战中上演了一场空前的核竞赛 加上之后各国的拼命研发 总计超过2000枚核弹 在这颗星球上炸开了花 最前面三颗金雷的落地 也正式开启了核时代 但是所产生的威力却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于是美国将核实验基地转移到了远离本土 且拥有众多平坦环郊的马少尔群岛 他们找到了马少尔的酋长 聊起了世界和平 说道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日军已经被赶走 现在只要允许我们在这空旷的小岛上做一些实验 今后的人类就可以免除一切战争 一套威逼利诱之下 1946年美国启动了十字路口行动 首先选择了比基民环郊 引爆了两枚核弹 立刻成为当时最轰动世界的新闻 四天后远在巴黎的一名法国人 打破传统 大胆设计出了一款新式有名 其影响力被媒体同时称为时尚原子弹 随即取名比基民 1947年7月 美国与联合国达成协议 将太平洋上2000多个岛屿作为其战略托管地 并正式成立太平洋核实验场 此后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了105次 空中地面以及水下核爆 其中马绍群岛就独自承担了总爆炸当量的80% 美苏你追我赶 很快已经无法满足于原子弹的较量 转而研发出氢弹 继续投向马绍群岛 当中最著名的一颗 莫过于1954年3月 同样在比基尼引爆的贺彩城堡 然而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里通未溯的反应异力 实际产生的1500万吨爆炸当量 高出了预期三倍之多 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 随之造成了美国核实验室上最严重的灾难 几个小时内 周围的环礁被爆炸产生的核雪花覆盖 不知情的岛民们更有孩子们在雪中开心地玩耍 最后致使大量马绍人受到辐射污染 而旁边的朗格拉普环礁上 几个仅存的航海家也不得不停止了航行 远走他乡 而美国同时也获得了人体受到辐射伤害的研究资讳 直到今天马绍群岛 仍然是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此刻还有一个特别的插曲 一艘正在附近捕鱼的日本渔船 第五幅龙丸号上的船员们也受到了污染 让日本再次感受到了对核武器的恐惧 同年一部意图超越金刚 充满反核寓意的电影《格兹拉·戈斯拉诞生》 亦为大猩猩哥瑞拉与金鱼库基拉的杂交 不过与这个初衷相反的是 如今在美国大片里 本来被引誉为核武器的戈斯拉 却成为了核弹的攻击目标 除了比基尼环礁以外 美国还选择了更大水域更深的埃内维塔克环礁 在1958年美国向马少尔投下最后一颗核弹之前 更有44颗核弹在这个环礁上引爆 在58年之后 这里也只不过被美国转为了生化武器和常规炸弹的试验场 直到70年代 美国突然向埃内维塔克的前岛民宣布 将会彻底清理这里的毒药 一定让他们重返家园 1980年 美国花费10亿美元 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鲁尼特岛上的一个核弹坑上 建造了一个由358片混凝土板组成的巨大穹顶 下面封存者从周围收集来的各种核废料 旁边则还保留着另一个核弹坑 简直就是一道绝美的奇观 很快 岛民们收到了通知 美国已经为他们销好了毒 是时候返销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美国其实已经将自己内华达州 和试验场里多年积累的土壤 也悄悄埋了进去 实际上整个穹顶就是一个垃圾填埋场 并起不了多少防辐射的作用 周围土壤的污染程度 甚至比里面的核废料更加严重 返乡的岛民们每天不断焦虑着 只好求助美国政府 可得到的回应是 穹顶不是在你们的土地上吗 应该找你们的政府解决 马绍尔人愤怒地回答道 怎么就是我们的 这他X是谁建的 里面的垃圾又是谁的 不仅如此 马绍尔仲裁胜诉的20亿美元合赔偿金 美国目前也仅仅支付了九牛一毛 当然 由于马绍尔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拥有马绍尔群岛护照就相当于美国绿卡 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移居到了美国 但这也因此出现了一个bug 上世纪90年代 马绍尔政府为了提高收入 向外国人出售护照 其中华人便是最大的买家 以至于今天 马绍尔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都为华裔所有 如今穹顶下方的土壤早已被海水渗透 放射性物质也可能早已渗出 穹顶的混凝土外壳 也在风化和台风的影响下出现了裂缝 而周围却没有警戒线 不少好奇的人还可以自由前往 目前看来随着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 也许用不了几年 穹顶就将没入水下甚至倒塌 而穹顶下方那只有毒的哥斯拉 也迟早会释放进海洋和戏骨中去 开启它的复仇之路 欢迎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一节再见